我就叫他即刻来接你回去 圆圆圆 你就多游几天 别再你看看书 上下去好了 圆圆遵旨 在朵朵把尊夫人送回京市时 我就已经不平一切了 我相信尊夫人 跟那些阴谋造反的反经乱打 绝对没有什么瓜葛 这里就可以放心了吧 可是王爷为什么把圆圆留在宫中 我让我接待回家呢 这 刚才你自个都亲眼看到了 太后和皇上都很喜欢圆圆 就让圆圆在宫中多待几天 也不是什么坏事 那请问王爷 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带圆圆回去呢 你不用心急 武汉就等多多攻下南京之后 再把圆圆接回去吧 小姐 岳娘来的 请她进来 三桂 岳娘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清兵已经攻占南京了 听说清兵攻占南京的时候 彭光皇帝已经跑了 还有马世音等 也不知道去向 听说清兵刚攻上南京 文武百官站了一排 向清兵跪地投降了 这些可恶的东西 堂尔他们肯全力救援史可法 则不仅扬州可保 南京可保 我相信中原也一定可以光复的 得了吧 他们如果肯出兵帮你 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 他们是揪柔自取 何必起他们想 岳娘 清兵攻占了南京之后 可又大肆屠杀 这次堂尔在南京城外 杀个够抢个够 又有成千城外的百姓 死在刀下 多多凶财 多尔贯也由他为所欲为 不知洪光皇帝人在何处 但愿他能号召全民勤法 以敌掌多多席卷中原 三位 据我所知 洪光皇帝 在逃离南京的时候 被您降将绑送亲人 多多立刻差人压榻入境 多尔贯今天一早上 就把他的脑袋砍下 三位 南京这一失线 什么路亡辱亡 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如果你不想亲人 暂停天下 你应该有所行动的 这 关键在袁袁身上 多尔贯不是说了吗 只要他占领南京 你就可以去接人 你去接袁袁 我想办法劝劝他 袁袁袁 有什么心事吗 没什么 多日以来 我们遭兴相处 我把你当成朋友看待 有什么话 只管说好了 我是听说 南京城破 而洪光皇帝 在南京被斩 难免有点心伤 兵重三尺 非一日之寒 明朝护墨 乃是立志败坏 百姓群起 百胖守起 我朝入主中原 只是顺利天命 远远 天下不能有两个皇上 洪光皇帝 只吃完了 根本不顾百姓死亡 他被斩首 也算是百姓之谱 可是家殿三徒 扬州十日 还南京城郊 承接上完冤死的百姓 何其无辜啊 袁袁 可是据我所知 李治晨这批闯贼 所伤的百姓 比现在多得多 而张献忠到处流传 所过之处 我不横尸片野 血流成取 这些年来 冤死在他们手中 不计其数 我说 太后所言不假 只是 远远 三贵开关戒兵 史之逼不得已 百姓略有死伤 乃是流寇未平 战事未定 天下很快就太平了 到时候 不会再有人伤亡 远远 你不要把太多的爱伤 变成三贵的过世 太后 你有悲天迷人的胸怀 但是一个女人 应该以家为主 你应该把全部的心思 放在自己的丈夫 跟孩子身上 以后 你要好好照顾三贵 正如我全心全意 照顾皇上 今生 我剩下唯一的愿望 就是照顾皇上成人 你唯一的愿望 就是照顾三贵 远远 不要再为三贵 平天反忧才是 热身王 不我滚 平西王 胡三贵 进去 全胡三贵 赴皇上 王太后 平生 平生 谢皇上 王太后 你来得正好 你来陪赴 玩玩求吧 皇上 今天五三贵 是要接请圆远回去的 改天再陪你玩求 好吗 你还是自己去玩啊 三贵 这回委屈你和圆远 风隔多日 希望不会再有 这种事情 圆远 我还真舍不得你走呢 太后 你不用舍不得 再过树日 就是太后的圣诞 到那个时候 陈伯伯 圆远请回来 好好陪太后 玩几天 好 太后 圆远 你现在 还是跟 吴三贵 走去吧 刘宗敏 刘宗敏 回到扬州寻找圆远 她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 陈圆远回到吴三贵的身边 她是否能够劝解吴三贵 反清复明呢 静静准时收看 陈圆远 昔日为你 为你不倾天 如今不恨天难呀难 青旗衣衣不绝 树花欢不绝 欢不回 敲催红颜 欢不回 而是又晚 反回啊 反回 无水 滅 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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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山明月 古教遍平无望 那三月春城 见我花悲绪 错过两尘美极 一宿歌之间 伴红奔英雄 秋归依旧有情深 深刻放映 月更飘零 我两个人在相逢 追山山求飞 赶茫茫千尘 一起共产朝天宜 那三月春城 见我花悲绪 错过两尘美极 一宿歌之间 伴红奔英雄 秋归依旧有情深 生日花运 月月子飘零 我两个人在相当风 回山山求飞 赶茫茫千尘 一宿歌之间 伴红奔英雄 月月 怎么回到家来还是闷闷不乐呢 我能见到你 当然是很高兴的 可是这些时日 我听杜尔滚跟太后的话 好像那有含义 不错 今天多尔滚在御花园中说 但愿下次不会有这种事发生 这就是威胁我们 不要再有二心 否则的话 他让我们永难见面 他也告诉我 要我别为天下苍生担忧 要我专心照顾你 还告诉我 要我跟你乖乖的听话 三贵 如果当真如此劝你的话 你会听我的话吗 这 多尔滚带我不保 而眼前的局面 清人也站稳了脚步了 你是说我们应该听他们的了 远远 我心有不负 但是 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时刻法状里承认 我们的处境就更难了 我 我知道 眼前 我们无可仰赖了 我们只有自己想一个万全之策了 哦 万全之策 三爷 什么事啊 月娘来 在大厅求见三爷跟夫人 月娘来的正是时候 我跟她正有事相伤呢 月娘姐姐 月娘 你真是洪福齐天呐 能够平安地回来 我全心说话真担心你 现在看到你我就放心了 姐姐真太关心我了 你别以为只有三贵关心你 其实我也很喜欢你的 姐姐对月娘的厚爱 月娘愧不敢当 别说了 只要你以后记得我就行了 以后 是啊 现在洪光皇帝已经死了 眼看着亲人占尽天下 我想 不能够让亲人这么称心如意 如果你还能够体谅天下的百姓 依我看 我情愿奉三贵为皇上 奉你为皇后 也不愿意听令你亲人 不 姐姐不能这么说 我说的都是实话 不 姐姐 大明皇室 拥有陆王鲁王散遍南方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 只是把亲人赶出关外啊 这个事 恐怕不那么简单 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 我已经有所打算了 亲人 对我跟三贵仍存有疑心 所以 三贵明着顺应亲人 而我在暗中 进行鲜明驱亲的事情 圆圆 我是可以这么做 但是 你怎么暗中进行呢 凭我一己之力 但任无所作为 叶娘姐姐 要是你能帮我找到刘宗敏的话 我就变得有所成就 刘宗敏 圆圆 非他不可吗 三贵 刘宗敏勇猛忠贞 他是个人才 我相信他能助我一辈之力 叶娘姐姐 愿ora cliff 柑 可 胖 云 老爹 平 明月 上次我还好走 我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在这吗 从今天开始 我们还好多的事情要做 是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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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贵 叶已深了 你也知道叶已深了 我是关心你 为什么还没上床睡觉呢 你反问我的话 好像那有含义 既然知道我话中有话 就应该明白我的含义 我真的不明白 你是怎么了 你今天怎么会对我说这些话呢 圆圆 这几天 你不要我参与你跟刘宗敏的言商 你知道我过的什么样的日子 三贵 我是怕你心烦 所以我想等和刘宗敏言商出对策之后 再由你来决定是否可行 这有什么不对吗 远远 我们几天没有见面啊 就算是夜里 也是在我哭等良久昏沉睡去之后才回来 而当清晨我醒来之际 你也不在我身边了 三贵 我是想尽快跟刘宗敏言商出对策 所以我就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那件事情上了 你也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我跟刘宗敏想出了千百种的方法 但是都觉得不妥 幸好刘宗敏已经想出了一个法子了 他已经想出法子了 他说 等太后受担之后 让你要应皇上和太后 以及多尔滚和朝中的重臣 然后在御花园中 安装了炸药 把他们通通都炸死 什么 想把他们一网打尽 刘宗敏说 唯有如此 才能使亲人大乱 把他们赶出关外 这 这种说法是一厢情愿 事情不会这么容易就办成的 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 我只是觉得太过于残忍 我不忍心看了太后和皇上被炸得血弱横飞 这样好了 我想明天我再请刘宗敏 沿上个别的法子 不 三桂 元元 从现在起 我暂时不许你跟刘宗敏见面 什么 这些日子 你们朝夕相处 我可以忍受冷漠 但是 别人看来恐怕就不好了 你说什么 元元 我见过你亲切的为刘宗敏成败 也体贴的为他添衣 这竟是我的妻子 我不得让别人误会你是刘宗敏的妻子 三桂 别人一定没有误会 只有你自己那么想 三桂 你实在是太让我失望 我是你的妻子 你应该相信我 我是相信你 但是我不相信刘宗敏 刘宗敏他的行为 并没有越轨啊 可是他的心中仍然深爱着你 元元 当他递了你看的时候 我可以察觉他心中的爱意 三桂 你不应该侮辱我 你也不应该侮辱刘宗敏 你实在是太让我失望 你太让我伤心了 我也许热你伤心 但是我绝不让刘宗敏得意 从现在起 我不许你们见面 你见的是无理取闹 你给我出去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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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你不要见贯 袁玉 她是不是已经歇息了 已经三晋半夜了 除了你我之外 恐怕所有的人都已经睡了 我一直在想事情 都忘了是什么时辰了 那我回祠堂去了 我明天再来 你明天不用来了 明天不用来了 不错 刘作敏 我本来打算到祠堂找你的 我是要告诉你 从现在起 不许你跟袁玉再见面 吴三桂 你这是为什么 刘宗敏 我不愿意见你每天 以国出家案为借口 纠缠袁玉 无休无止 吴三桂 你这是什么话 这是我身为袁玉的 丈夫内心的话 吴三桂 我知道袁玉是你的妻子 但是我对袁玉 尊敬你家 我跟她在一起 不过是严生要事 我没有操 你不能这样侮辱 刘宗敏 不要自明清高了 我没有委屈你 但有你看袁玉的眼神 我就知道你想什么 刘宗敏 你能告诉我 你已经不爱袁玉了吗 你又能告诉我 你不想见袁玉吗 是的 我是深爱袁玉 但是我已经把所有的爱 也深藏了一些 我再三地克制我自己 我从无非分之想 吴三桂 我为心无愧 刘宗敏 你已经达到 亲近袁玉的目的 你心中只会暗自得意 你才不会感到愧疚的 不是 吴三桂 你不可以凭你的想象 断言我做 你不可以这样 满足无理地定我的罪 刘宗敏 这儿是我的家 你先由我做主 你现在给我送 要是敢再踏进我家门一步 我就砍断你的腿 吴三桂 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我们还要商量 出去多尔滚大计 在我家园中 埋藏火药炸死他们 这事根本不可为啊 多尔滚跟弗林 还有博尔基古特 他们没有那么笨的 刘宗敏 我不想听这可笑的计谋了 你快走吧 吴三桂 难道你受了亲人的赏赐 所以你不想杀他 难道你打算在这平安王府 安享荣华富贵 度过余生 那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你不用操心了 你赶快走吧 我不是狗 我不会认你 呼之则来 呼之则去 那你想怎么样 你想杀了我 夺走我的妻子 你老老实实走吧 否则 天下的人都会耻笑你的 大哥 东西都收拾好了 咱们可以走 大哥 吴三桂确实蛮恨 不过他的话 确实有几分道理 大哥 你等着我干嘛 我说的话是真的 你每天河边院姑娘 见面商议大事 吴三桂当然担心 怕你控制不了自己 真懂 难道你也信不过我 大哥 我当然是信得过你 可是 我要你离开这里 只是我舍不得你 什么 大哥 你对圆圆姑娘一往情深 可是现在 她已经是有父之父了 我想大哥每天见她 心中必是 你跟宝受煎熬了 大哥 你就不要受这种折磨嘛 不如 我们向你一走白了 唉 真懂 就算我不见宇宇 但是如果我们不趁这次太后受弹之业杀进他们 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 大哥 这次确实大好良机 但 我们也只好放弃了 不 我不能就这么放弃 否则我后悔终身 大哥 这件事事不可行 得由无三贵决定 你莫独自成不了事的 大好将生成这副模样 我男子其咎 我现在正恨不得自己抱着火药筒 冲进紫尽城 跟他们本身对我同个预计 大哥 对了 这是个好法子 我以前都没想到 大哥 你是怎么了 真懂 我有好办法 我想到一个无三贵也会赞同的好办法 真懂 我们不走 我相信无三贵 他一定会同意我这个好办法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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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宗铭,你干什么?你这是目中无人呢? 吴三桂,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我才不听你的大胆狂多的口中谎言 吴三桂,我求你 吴三桂,这也许是我这一生中最后一次站在你面前说话 我求求你,让我说完好吧 那你说吧 吴三桂,本来我想要求你 妖艳朝中妖人骑来你面中,然后截杀他们 还是你笑我余生 现在我另外想了更好的法子 我要进入紫禁城中,把他们炸得粉熏碎骨 你第一种想法,那是余生可笑 后一种想法,简直是狂人所想,吃人做梦 吴三桂 第二个,你一定行得懂 但太后受贷力,你待圆圆进宫败手 我和镇东扮成你们的侍卫 到时候,我身上满层火药包 我们和太后多尔贵相聚的时候 我们做暗号,你们先退 然后就冲进他们之中 映然无药,炸得他们粉身碎骨,唯一姓名 刘三明 他们粉身碎骨 但是,你也会事故无存的 我知道 我的身体会化成碎末,随风飘扬 然后落在那重归大名的紫禁城的土地上 吴三桂 我想你一夜 这种下场,真是我所求 不好 这太疯狂了 不错,这也是疯狂 但是,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法 真是要交出我满腹罪孽的身去 不会拖累其他无辜的性命 三桂 等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你就不用担心我深爱云远了 你 不 云远他一定不会答应的 只要你不说 我不说 云远到事后才会知道 他事先不知道 就不会阻拦这件事 吴三桂 我求你 就决定这么做 我求你 门没有闪 月月 你也没睡 如果有哪个女人 跟我发生同样的事情 她能够安然睡觉的话 她就不算是个人 月月 是我错了 我是来向你赔罪 赔罪 月月 我深深爱你 如果不是的话 我也不怕失去你了 左夜 我在厅中哭作一夜 我真的为自己的唐突言辞 跟举动感到羞愧 月月 我真的吓出一身冷汗了 我再也不会这么做 月月 你能忘了我昨天那些话吗 我忘不了 你昨天说的那些话 月月 但是我也不会因为 你几句冲动的话 就离你而去 三位 你我相识至今 遭遇多少劫难 每次我都会回到你的身边 谨慎皆是 任谁无法拆散我们父亲 除了你跟我 谁也有办法把我们俩分开 我知道 月月 你的话我会牢记在心 终生不忘 三位 我很想去见见刘宗敏 跟他研讨一下 当然可以了 月月 刘宗敏在大厅等你了 哦 他说已经想到了万全之计了 这是个好消息 我去看一看他打算怎么做 什么 你不能告诉我 嗯 因为事关重大 暂时由我一个人守住这份秘密 免得走漏风声 引起轻人见性 刘宗敏 我应该知道这一切才对啊 月月 我不但不肯告诉你 我也不会对他讲 连三桂你也不肯对他说 嗯 刘宗敏是怕泄露风声 让月娘知道了不好 刘宗敏 你也太过小心了 你不让我们知道 要么如何进行呢 你们两个都应该戏准过我 一切放手由我准备 总之 你们带我入宫为皇太后拜寿的时候 我便会完成使命 皇上的叫做黄上皇太后叫做 小的叩见皇上皇太后 准备 平身 哇 母后 今晚现在变得好漂亮哦 是啊 皇上 你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啊 你知不知道 这是要听着我母后 秀礼的 那皇上有没有准备什么礼物 送给母后啊 母后 我虽然是皇上 可是我什么也都没有耶 母后 我真的没有东西可以送给母后 母后 还是等我长大再补送吧 好 母后慢慢地等 给皇上长大以后再送给母后啊 赫赫皇 秀礼 小的叩见皇上 皇太后 平身 谢皇上 皇太后 皇上 为臣要跟太后有一些事情要谈谈 您就到那边去看看 不 这边没什么好看的 是 要跟母后在一起 皇上 皇上 到那边去玩 哦 好吧 来人呢 送皇上 祖儿鬼 皇上 皇上年幼 以后你说话的神态 请你和善一点 太后 微臣又错在哪里 请太后明示 祖儿鬼 我跟皇上样一样都听你的 你就别再逼我了 哦 太后 你当真每一件事都听我的吗 你自己心里明白 不 太后 我要你嫁给我这件事情 你始终都是不肯答应 你 太后 太后 并非我逼你 我只想告诉你 这些年来 我对你们母子 已经是太好了 而我这些年来只求耕耘 不会收获了 我也告诉过你 不要心急 总有一天 你会等到你 太后 我等了你那么多年 从关外到关内 但是那天 似乎是遥不可及的 太后 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 多年来始终变态 我希望 你就不要再让我挡下去了 我 太后 你曾经答应过 只要我把福林送入中原 你就答应嫁给我们 现在福林已经是我大清国入主中原的第一个皇帝 我已经实践了我的诺言 我不希望人家骗我 你是在威胁我 回程不敢 臣只是告诉你 说谎话骗人 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好了 你别再说下去 我明白你的心意就是 好 太后既然明白心意 那你又如何决定 这么多年 你都在等了 何妨再多等几天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的 好 但愿能够在你受淡的那一天 能够向大家宣布 你要下架于我 那还是令人振奋的 为臣告会 皇上驾到 皇太后驾到 王大 常驾到 宁靖黄太后 祝皇太后 吴东海后 宋比南山 谢太后 恭祝皇太后 宋比南山 谢皇太后 宋比南山 宋比南山 刘宗敏 三桂 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 我做了场梦 这倒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 不过是场梦罢了 没事了 快睡吧 可是我方才 听到你狂乎刘宗敏 你是梦见他了 我 你梦见他怎么了 他 元元 只是想梦罢了 没有什么了 那不是真的 三桂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这应该多少有些关联的 你瞒得我什么 我 没有啊 真的没有 你放心好了 我只不过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所以才会这样的 你不要为我担心了 可是 元元 明天要入宫拜寿 你要早点起来打点 快睡吧 不要为我担心 我 睡吧 你也进点睡吧 震动 这两包火药 只要小心 并不危险 而且你要切记 千万不要接近火炙 它就不会爆炸 当然也不能沾上水 否则一湿就没有用了 你要记住 等你和吴三桂 带元元配走之后 我就引人这个影线 这会儿要一爆炸 就会引炸这两包火药 我已足以炸飞玉花鱼 所有的人 无一姓名 震动 来帮我绑上 不 震动 大哥 虽然如果 相处的时日不长 可是也足够 让我更加了解你 大哥 你不该这么做的 你活了总比死 对百姓更有用啊 震动 我已经决定这么做 绝不能更改 我们当然也能更改 在你还没有点燃这火药戏之前 我们随时都能更改 震动 难道你不想杀 紫禁城里面的亲人吗 我当然想杀他们的 可是 我不想大哥 你跟他们同归于尽 震动 我这么做是心甘情愿 没有人逼我 真因而如此 所以我心里才难过 大哥 我求求你 我们换别的法子好不好 我并非一心想死 我所以坚持这么做 我确实想尽所有的法子了 唯有这么做才容易下手 这次我必须要成功 否则 我们不知还要花多少的功夫 多少的时间 才能把亲人赶出关外去 大哥 一旦你成功了 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好兄弟 只要你借着你认得我 那就够了 若是你怀念我 每年今天为我燃出香 我就感激不尽你 大哥 哥哥 真懂 不要婆婆妈妈像个女人似的 过来 帮我把这个药包绑上 我看看你 我看没什么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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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看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贵 老实说 我倒希望进宫的时辰能拖延一些 这是为什么 多尔管和多多 他们残杀百姓 死有余辜 但是皇上跟太后 我总是不忍心看他们这样子 你 你不忍心见他们死 他们虽是皇上跟太后 但是这对母子的遭遇令人同情 太后受尽了煎熬 才把她儿子抚养到现在这个地位 但是她的心血都会白费了 他们将丧生在刘宗敏的手下 媛媛 他们既是皇上跟皇太后 我们就无法留她 我知道 但是我总觉得于心不忍 这 这 他们母子二人跟我们处于敌对之位 你就已经如此了 那万一是 死的是我们的人 你岂不是更伤心吗 远远 今天我不会有任何的损伤 但是刘宗敏 他就性命不保了 什么 远远 刘宗敏本来不许我告诉你这件事 但是我实在无法瞒下去 你们到底瞒着我什么事 刘宗敏的计谋是 在他身上绑满炸药 然后冲进御花园 在人群中引爆炸药 他这么做 那岂不是会粉身碎骨吗 不错 他的目的 是想和朝中所有的人同归于尽 我不同意他这么做 我劝过他 但是他不听 远远 你该不会同意他这么做吧 不 还是有想 只要我还活着 我绝对不会答应他这么做的 这两包火药 千万不能靠近火珠 也不能沾上水 我知道了 还有其他的火药呢 不 只有两包 刘宗敏 我指的不是这两包火药 而是你藏的衣服里的火药 什么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刘宗敏 我已经知道你要做什么了 你别再给我装算了 你知道了 吴三贵 你怎么可以出卖我 宗敏 三贵对我说实话 他是想救你啊 碧云 我本来就该死 谁也不用救我 谁也救不了我 不 你命不该绝 我不答应你这么做 宗敏 把你身上的火药卸下来 大哥 我来帮你 不 大哥 站住 不要你多管 刘宗敏 你是不肯听话 决心不把火药卸下来是不是 不错 碧云 这是唯一可行之路 谁不能劝阻我 碧云 不要管那么多 我们进宫去 好 既然如此 今天 我们哪都别的去了 碧云 如果我们不去的话 你一个人也进不了宫 宗敏 今天的事 就到此结束吧 云云 云云 你听我说 胡三贵 你还算个男子汉吗 好好一件事 被你弄得一团糟 刘宗敏 你不要怨我 我也是考虑再三 如果任由你去榨生粉末 不但我终身愧疚 云云这一辈子 也不会原谅我的 我费尽了心机 才得到这个良机 我不会作罢的 吴三贵 云云不去 由你带我进宫 云云不去 我也绝不去 吴三贵 就算你杀了我 也休想叫我带你进宫 这 云云 刘宗敏 你把火药卸下来了吗 没有 既然没有 你为什么要来找我 你就算是跪下来求我 我也不会答应的 你不用急着赶我 我是来给你道别的 道别 刘宗敏 刘宗敏 你装了满身的火药 你要到哪儿去 我 我还是去紫禁城 我自己无法混入宫中 我可以守在紫禁城外 见到了有朝鲜药人出入 我还是一样的 可以铺入他们的马车 了却我这种心愿 宗敏 云云 我只要炸死一个 就已经扯平了 我如果炸死两个 就已经赚一个 不 你一定要活下去 我还有许多事情 需要你帮我呢 那些事情 留给别人去做吧 今天一变 我们就永远无法再见 不 云云 你保重 冯敏 你别走 云云 你不要这样 不 云云 早在奔牛镇西中 我就应该淹死 后来在无数的阵仗中 我也早应该战死 我能够活到今天 已经是上天怜悯我 云云 我如果失去今天这个机会 以后我必会幽闷而死 云云 难道你宁愿见我郁郁而终 而不肯成全我吗 不 云云 不管我以后在哪 我都不会忘了你 你若是想到我 你就把我 送给你的那个玉玫 拿出来看看 也许来生 我们还能再相见 不 不要哭了 不要耽误了进宫的时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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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a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哥 何兄弟 我们下辈子再生就好了 快走 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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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识你 是不是炸药 是否能够将 华尔及伯特 托尔馆等人 一起炸死呢 陈圆圆和吴三桂 是否能够逃出于花园呢 仅仅明天同一时间 准备收看 陈圆圆 陈圆圆 树花团不见 团不回将摧红颜 团不回 儿时又团 团不回啊 团不回 团不回 儿时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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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不回 和寝团不回 儿时又团不回 发明郁吴三桂 仍在相逢 为山山秋吹 赶茫茫天城 一起共产朝天宜 阿滩月春春 见我花的地许 错过两尘美景 一宵歌之夜 伴风奔英雄 穷归依旧有情深 生日荒野 月月飘零 我两个日在相逢 为山山秋吹 赶茫茫牵扯 一夕后尝尝 天地 公主皇太后万寿无疆 好好好 你们娘夫妻快快请起 谢皇太后 圆圆 今天我特别开心 你给我陪我喝点酒 是 人龙 是时候 将圆圆胡三贵 退出玉花园 大哥 好兄弟 我们下辈子再相交 快走 快走 快 我还不大事 宗敏 你身上的火药 已经无法引爆了 你别轻举妄动 否则我们四个人的性命 就难保 那两包火药 我会设法带走 如果你要骂我 就等回去再说吧 柳宗敏 你骂我也好 打我也好 我都不会怨你的 就算我打你骂你 也余事无补 明月 今天放弃了这个机会 往后恐怕 我们要拖着这个注意吧 过一辈子 不会的 事在人为 你只要跟三贵 同心协力的话 你们一定可以把清兵 赶出关外的 胡三贵 我们可以吗 刘宗敏 我们可以办到的 今后 我在京师 全力结交权贵 而你在江南 设法招募一些 有志反其复明的人 对 这样三贵 能够达到领兵出战的目的 我们就可以在京师外相会了 到那个时候 我们两股力量 合而为一 在四级小时 刘宗敏 你我只能这么做了 那这我也不再交流了 我跟震东回江南去 胡三贵 好好在于明月 明月 你保重 你也保重 在下告辞 请 明月 你不要难过了 早点休息吧 明天早上 帮我搭在家里的珍宝古外 我要挨家挨户 送给每一个人 是吧 胡三贵到我家去过 是的 他先到我那儿 然后又到我家去 他是 为什么呢 他给我们兄弟分别送了很多珍宝古外 这可都是些贵重的东西 我当面推迟他 但是他告诉我说 那是因为咱们兄弟 在草中对他很照顾 他敢跟人图报 所以决定 咱们兄弟三人结为好友 好好 他既然有心结交 我们当然是求吃不得了 哈哈哈 见过大人 嗯 下来 这是什么 回大人 平行王胡三贵来过 这是他给大人送来的珍宝 真宝 就吴大人所说 这是前朝皇帝送给吴三贵的一对御师 价值连城哪 三贵突然送我利益 安心不信 利益可以说 但是他要在我眼前刷什么花样 他是休想的 吴义本为强身之术 但在杀敌之时也绝不可少 日后 我们一定会遇到不少的强敌 所以 我要你们好好地练 今天谁先跟我过招 我来 你的武功不错 现在我就让你办件事 是 这位姑娘就是刘宗敏派来的吗 不错 请问 这位就是吴三贵吴大人吗 不错 就是在下 既然是吴三贵吴大人 就临死吧 小心 你要干什么 我可以杀你 卖我贼 秦姑娘 您误会了 我也未杀而未隆 我不会杀你你的 吴三贵 我还可以杀你 不可 三贵 不要打了 爹 来 来 把他拿下 是 关起来 不 三贵 你不要难为他 雨 进来吧 三贵 小心 不 行 不 行姑娘 这是个误会 是你 谢天谢地 你终于醒了 三贵 你没事了吧 没事 我很好 元月 你觉得怎么样 我很好 元月 你躺下来吧 那位行姑娘呢 吴开已经把她抓起来了 待会我就杀了她 不 不可以杀她 为什么 元月 她伤了你 你干嘛护着她呢 她虽然伤了我 可是我不怪她 我不允许任何人伤你分好 三贵 我知道你心疼我受伤了 但是她不一样 她 任何人敢斗你跟韩毛 我不会原谅她的 我一定要杀了她 三贵 不要杀她好不好 这一切都是误会 你不要怪她 元月 答应我 不要杀她好不好 三贵 我 好不好嘛 好 我答应你 不过 我一定要把话问清楚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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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是来杀我们是不是 那你 大对动手吧 我不是来杀你 我想知道 谁派你来的 没人派我 是我自己要杀了你 为什么 你应该死 你贪慕虚荣 败国求荣 你比秦州畜生还不容 你怕 你怕我说出你的心事 吴三贵 你心虚